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兔兔配种过程中不能说的秘密 先看视频 你知道这两只兔兔为什么会打架吗 我要是告诉你他俩在谈恋爱 你会不会感到难以置信 别怀疑 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 到了繁殖期的瓷兔 面对众多前来求偶的熊兔 那肯定要选一个最厉害的 于是就采用了比武招新这种 虽然简单却很粗暴的方式 他们不但会比谁的拳头赢 还会比谁跳得高 如果熊兔赢了瓷兔 那瓷兔还有最后一项考验 就是比赛跑步 瓷兔前面跑 熊兔后面追 双兔棒地走 安能变我是 没有这句 大概意思就是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后面你懂的 按理说这熊兔能够通过层层考验 必然是四肢剑术所向披靡 但他的交配时间真的是难以启齿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转瞬即逝 在配种方面 虽然熊兔不争气 但是瓷兔却勇猛无比 他们最快四个月大就可以繁殖下一代 而且加兔一年可以生五窝以上 一窝就能生出五六只 刚生完就能立刻发青 进入下一轮繁殖 真正做到了 边怀孕边喂奶 无缝衔接 这还不是最厉害了 瓷兔还有一个逆天的技能 当环境恶劣时 他可以把熊兔的精子主动存起来 自由选择合适的时机再受孕 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 正是靠着瓷兔的各种buff加成 不断的繁育后代 才让身处食物链最底端的兔兔 不但没有灭绝 反而族群数量激增 有关兔兔的知识点 还有好多好多 反正过年也没事 如果你还想看 就知一声 我还能再编 不是 还能再出好几期兔兔视频 评论区等你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